各位朋友 大家好 《樂部我不講場》 又和你們見面 我是余榮陽 身邊都有鄭仲輝 薇哥你好 大家好 輝哥很早期在電台主持節目 我也是電台 做過十幾年 你們是久一點的 不是 講個時間 歌 久一點 我和你都有一些電台的經歷 以致說少少經驗 我現在看回澳門的一些電台節目 我是有少少失望的 我都經常說 希望 起碼第一 粵語要好 粵語不好 你說甚麼都假的 句句都高音調 我最近又特意上網聽一些香港電台 由七十年代一直下來的廣播劇 其中一些 我也曾經給過輝哥聽過的 又有聽到鍾偉明先生朗誦 其中有講弟子規 論語 鍾容等等 是很精彩的 我覺得阿輝哥是充分有這個能力 我們也希望邀請阿輝哥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嘗試 讀一些簡單的唐詩 論語一讀很長 論語一讀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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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唐詩三百首 講一兩首都很容易 希望有機會講一下 我跟阿余Sir有些不同 因為阿余Sir 我相信 但不知道我講得對不對 你主要是做的就是時政的節目 是 一個時政的節目 聽電話封煙 很貼這個社會 很緊張的 整天都會好像咬試一樣 我做的節目比較遠 我初時在澳門電台做過一段時間 專門做什麼呢 講你都不相信 我是做汽車節目的 在澳門電台 及後就去了六川電台 六川電台就是做普通的封音節目 但做得最長的就是月曲節目 就是自己想不到 最後一段時間都是做月曲的事情 還有一些其他人 跟師偉 和紀委 郭寶全 紀委 和朱仲權 我們是做過話劇的 這個話劇是怎樣聽的 六川的話劇 是好聽的 我聽過澳門電台的話劇 還有我們有前輩 朱伯偉 還有一位老友記 沈根 我們這班人當時很好玩 好了 但你有沒有發覺到一個問題 真的 澳門這兩間電台 是缺少了廣播劇 其實廣播劇 是真的能夠培訓到 一班人的發音 令到不自然 我隨便那些例子 以前六川我真的覺得都可以 但澳門電台 他做過那些廣播劇 是不行的 譬如說 前面很黑 讓我走去看看 那已經不像是說話 我可以了 有一件事 我講回六川 捉到六 沒有脫國 不是不會脫 是沒有脫國 還是主理人的問題 我也有多次懷疑 不知道 最初有一班 香港的廣播員 包括有關鍵 好幾位說 說得很好 捉到六 真的不會脫國 即是當年 就是胡仙 胡仙女士 是 星島集戰 最後一個胡 不是那個胡 是老爺胡 大家明白 就請到溫華 和黃先生過來 主理 接著呢 關鍵 紅梁石 那些都是 六川殿內 梁天也是 梁天也是 梁天就是我們前很多輩 我進去的時候 只剩下方婷 就沒有梁天 高魯全都沒有了 但是其實 華龍叔 溫華龍先生 其實那個戲劇那裡 是非常之有經驗 即可惜一件事 他當時在澳門 沒有把澳門那班 即是廣播 播音員 去編 去做一些小小的話劇 即這個是一個可惜 所以令到澳門 在廣播劇 電台的廣播劇 是空白了 如果當時溫華龍先生 能夠把這個 搬到在六川電台 作為一個小小的廣播劇 一個星期一次 後來也有些廣播劇 但不是電台製作 後來那個劇社 是教會 教會有些廣播劇 不是 教會那個公教那裡 但是也有澳門電台 曾經邀請過那些劇社 去做廣播劇 我記得的 但是 當然你說 話劇和廣播劇 是比較接近的 這個當然 但是 正式的電台的廣播劇 是和話劇有分別的 真是專業 廣播劇 不只是講人的聲音 有很多音效 有些音效 好像聲音 有些聲音 有些音效 有些聲音 原來有螃蟡的 直接傳播出來 有些音效 要製造 聲音出來 叮叮叮叮叮打 有些音效 可算更加回合 我們回說一件事 其實 現在我們看 最新的就是看YouTube Facebook 那樣 但你有沒有覺得 其實現在反撲歸真 有些 只是聽到聲音,有個畫面是耿的 都是說話為主的 其實經過一百年 你不需要看那個人的樣子 是嗎? 經過了一百年,電台的出現到現在 反撲歸真 原來大家,譬如我們講一個節目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看不到我和你的樣子 不用看的 不用看,看到我們兩個樣子 還可能沒有那麼好 不看,聽聲音就好一點 不,聽聲音就好 有時候我們看那個世界 真是輪流著 因為電台,我讀傳播的時候 也曾經有個功課 報紙、電視、電影、電台的分別在哪裡 各有各有的功能 但原來最短的就是電台 為什麼呢? 正如你所說 做一場大戲當然是難 唱粵曲容易一點 唱藍音就最好 你記不記得? 不要說廣播劇,講說書 一個人講 兩天以前就試過 一個人在中午 講那個武俠小說 記不記得? 等等等等等等 那個音樂就是它的主題曲 你不要講 就是你我燒傷 講了那麼久 燒傷也是在六川講過的 燒傷的初 你我就短一點 其實全部 我們又講回頭 因為太平洋戰爭 所以澳門 變成全個廣東 全廣東 所有的藝術 都曾經在澳門避難 因為避難 他們都要賺錢 都要把他們的所長 所以當時很豐富 剛才講的那些人物 就是你我燒傷 當然還有梁宋鋒 梁宋鋒 他也扮成聲音 他有點像鄧忌晨那種風格 但他扮聲比鄧忌晨好 那麼梁宋鋒 我都跟你說過 我們都共事過 有幸是真的有幸共事過 我就覺得現在 那種人才 包括廣東省 都少了 真的少了 即是以往 說書也不少 現在廣東省還有很多 網上隨便聽到 但是 跟老家輩 又是我們的老爺 老家輩那些 真是動聽 是 說書 不是只靠說 他要把原文寫過 譬如說 有些東西 藉著他的嘴巴說出來 他摸一下他的光頭 他就形容他的光頭 他打了黑刺之後 他的衣服鬆了兩下 形容了很多 因為我們是先有為主 我聽鍾偉明 播音 又細聽到大 林友榮 陳炳琼 這班老一輩 即是 掌我們一輩 或者兩輩 的播音員 真的沒得到 當時 劉天慈 也有做夜指示聽 夜指示聽 一邊讀大學 一邊講 然後到七十 香港七十 對 香港七十三 對 所以說 因為隨著商業化的問題 變成這些 逐漸適美 一適美 人才不計 現在還有一個廣播劇 流傳了幾十年 《下午播》 《夜晚重播》 《十八樓師座》 這個《十八樓師座》 又講回《十八樓師座》 他也講得不錯 周老闆 非常之好 現在整個澳門、香港 無出其誘了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到 又是清磨不治 周老闆如果退休 他有些年輕的聲音 年輕聲扮老聲 做不到 做不到 我講的 最主要就是這個靈魂人物 如果周老闆退休 不做 長嫂跟著又不做 那找誰做擔戲呢 我覺得他都有很多的人才 因為香港 還有一班配音的人 這班人 走去兼廣播劇就可以了 我都覺得不用擔憂 因為有不同的電視台 現在都有ViuTV 還有有香港電台電視部 跟著又有無線 仍然是有些配音節目 所以我們講到這裏 我本人覺得是可惜的 就是澳門當時聚集了這麼多 這麼優良的藝人 就是捉到那陸的了 那個角被他帶走了 人家叫做 硬過流聲 有沒有流到 流聲 把聲就沒有了 所以變成 最可惜一件事 綠哥 六川電台 我不知道那些錄音 還有沒有流傳在這裏 還是毀了 現在六川 繼續播歌的 如果他重播當年一些劇 劇應該沒有什麼時代的問題 尤其是講武俠小說 是好事來的 我就這樣說 其實你剛剛提及梁宋鋒先生 他回到澳門 現在不知怎樣 他去了美國 早幾年我開麥克風十周年 他也有打長途電話 我們即場播出來給大家聽 恭喜我們 很可惜一件事 其實他在六川電台的錄音是最多的 他在澳門電台很短時間 大家如果想聽都容易 你想Facebook找梁宋鋒三個字 就可以登進去 聽到很多他以前的錄音 他還配上他現在的口型 當他現在說這樣 但聲音是年輕的聲音 雖然梁宋鋒兩邊走 在我的生活中 我當他是澳門人 因為他在澳門的六川電台 是很短時間的 所以如果你說 我看他手沒觸到好 他的型格是一個很斯文的長者 你是六川之寶 不不不 我們是六川裡面的一個說話的人 六川之好 對 六川個個都好 好 有機會再跟大家說一下 好 多謝輝哥